在强势行情有没有一买就长着暴力的方法 买进去第二天马上就表现 甚至第三天继续冲高的这么一个连续的上攻的这么一个方法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强势行情的一个抢钱的一个战法 大家好我是乐田 今天的话跟大家分享这个方法的话是很简单非常实用 尤其是在于强势行情非常非常实用 今天讲的就是这个柔头线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短线上车信号 那么这个柔头线是怎么组成的 就是说一根长长的上影线 接着会收出一根什么长的下影线 就是一个上影线接一个下影线 那么这里的话上影线就说明是在冲高过程当中有压力打下来了 第二天有个下影线说明什么 下跌过程当中有支撑又拉起来了 那么这种就是一个什么最典型的短期的强势洗牌行为 但是在这个洗牌过程当中 由于波动非常大 很多的一些小白果迷的话 如果看不懂是非常容易被洗出局的 所以说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形态的话 一定要切记像这种 这种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它的小实体它不管是红还是绿都无所谓 但是这里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些什么歇下影再上影的这个问题的话 也是柔搓线的一个变形的一些情况 这个的话我们后期再跟大家去分享 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是最强势的这样的一个 先由上影线再接下影线的这种柔搓 组合的一个什么 这么一个形态之后的行情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这个个股的话 就相当于有两次柔搓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年续的上涨 这一个条件 也要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在出现柔搓的时候 最好前期是一轮上涨行情 力度越强越好 同时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上影线 是不是这天出现上影线 上攻有点乏力 被压制回落了 第二天下探 又遇到支撑 被支撑反弹了 那么这里就构筑一个什么 比较典型的柔搓线 那么出现这种柔搓线 要么你在尾盘 尾盘的时候进行介入 要么你在盘中的时候 很难把握的话 找不出来 你这个收盘之后进行复盘 那么找到了第二天 基本是平开或者低开 或者是小幅高开 直接参与进场 那么第二天都会给到你 不错的利润 但基本都有五个点以上的利润 不接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又出现一次柔搓 对吧 一个上影 一个下影 这个是什么 实体成为绿K的这么一个柔搓 这种柔搓的话 力度也会非常非常强 这里又有一些双音 洗牌的这么一个行为在里面 再加上上下柔搓 那么这里就有两个信号组合了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一天买进去 你看没有 涨停再冲高 利润空间也是非常的大 像这种买进去的话 都是短期暴力的一种行为 尤其是在强势行情 或者是这个牛市行情里面出现这种做出结构的话 一般你买进去就等于解决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再来跟他分享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轮上涨 上压至下支撑 形成一个柔搓 满进去 看到没有 利润空间就有了 这里一个小小的 也是一个柔搓 上压至下支撑 形成一个柔搓 满进去 涨停涨停 是不是 也是非常的一个强劲 非常强劲 我们再来跟他看一个 力度稍微一般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轮的上空 对吧 那么这里 上下 形成一个柔搓 满进去 又是大幅的上空上涨 那有朋友就说 这里是不是一个柔搓 这里是个柔搓 这里大家注意 像这种柔搓的话 一般的话 些冷静的对战 为什么 他这里有包含 就是说 这是第一个柔搓 第二个柔搓 他这里面 第二个柔搓 被第一个柔搓包含了 他这里没有向下柔搓 这是包含的一种走势情况 一定不能去包含 一定要出来一点 出来一点就会好一点 但是这种情况 就稍微差一点 大家注意一下 最好的就是什么 要么就是 连续的小红 对不对 K线 这样柔搓 要么是一种什么 绿色的 这样一个什么 绿K的这种柔搓 就是一阳一阴的这种柔搓的力度 稍微要差一点 而且如果在这个力度 上空前面一段时间 力度不强的情况下 也是不是非常好的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 就是看这个柔搓 尽量选择这种什么 要么就是什么 两根K线的颜色要一致 要么是阳K 要么是阴K 形成柔搓 前面力度越强 它的柔搓力度就越强 也就代表它洗牌越强 洗牌越强 那么不经历筹码 就被抛出去了 后面的上空力度就越强 好吧 那么今天分享这么一个方法 希望大家好好的 多看几遍 收藏多看几遍 一定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行情走好 有些板块力度非常强的话 这种行情下 你参与这样的一个方法 又等于进行 在这个市场上面 进行一个抢前解切行为 所以的话 今天这个分享的话 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但是有一点 就是说 如果行情不好 你用这个方法的失败率就会高 所以说就尽量的话少用 所以说任何的方法 都有它适用的相应的环境 好吧 那么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么多 周末了 大家也可以好好地放松 喜欢乐天分享的朋友 也可以 点赞 关注 收藏 讨论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 先下 后上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怎么去理解 到底好不好 这个的话 后期有时间 我们再来讨论 好吧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